杜泰 夏子玉向前摔去 身边的保镖反应倒是快 敢在他摔倒前扶住了他 倒是围着采访的狗仔们 被这个意外搞乱了采访队伍 有人后退 有人往前挤 慌乱中 有什么硬硬的东西 打在了他肚子上 夏子玉疼得脸色都变了 孩子 保住孩子 夏子玉也顾不上风仪美泰 弯腰护住了自己 保镖一下 把那撞在夏子玉肚子上的狗仔 衣领拎住 另外两人赶紧护着夏子玉上的车 就这样 仍有大胆的狗仔追着车跑 刚才那意外 五一泰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 真是要心闻不要命 也不想想 夏子玉肚子里的孩子有任何问题 在场的狗仔 一个都跑不了 大多数脑子清醒的人 赶紧溜之大吉 被抓住衣领的狗仔 吓傻了 与我无关 与我无关 有人绊了我一脚 真的 我没有说谎 保镖拽着他 像脱条死狗一样 这话你可以留着去对杜生说 你现在求神拜佛 祈求神佛保佑五太平安无事吧 保镖也想拜佛 保护夏子玉 却看着他肚子出事 同样逃不过杜称荣的处罚 心里也在骂夏子玉 一个孕妇不在家养胎 偏偏要来出这种风头 一过关就遇到狗仔围堵 这事也奇怪得很 当时就想快点把夏子玉送到车上 夏子玉自己却不想被狗仔拍到丑照 加上怀孕 走路也慢吞吞的 才被围堵住 这事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撞肚子的狗仔明显吓坏了 看起来无辜又害怕 保镖却不敢放人 只希望五一太这胎怀的够稳 快快去医院 夏子玉坐在车上 弯着腰 他是年前查出来有孕 那时已经怀孕一个多月 如今是三月下旬 他这胎已经看看四个多月 他也没那么傻 在胎位稳之前就敢出门 是确认过坐稳的胎 医生说他身体非常好 他才决定要去参加俱乐部开业庆典 最稳当的 当然是把孩子生下来再图谋其他 但夏子玉等不及了 他还有好几个月才会生产 生了孩子再养几个月身体 一晃就是一年多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内 谁知道杜兆辉又拿到了几分家产 也不知道夏小兰又发展到什么地步 还有那半株吃老虎的留分 焦虑始终伴随着夏子玉 他要是不做点什么 自己就把自己逼疯了 肚子隐隐作痛 有股热流在往外涌 夏子玉也恨不得将诸天神佛都拜一遍 一路战战兢兢往医院赶 下了车 保镖就发现他旗袍上粘了一小团血迹 马上脱下外套给他披上 追上来的狗仔眼明手快 拍下了这一幕 夏子玉进了医院就没出来 直接入院保胎 杜称隆是真的不在港岛 他人还未回来 报纸上已经在说夏子玉这一胎可能保不住了 这些狗仔 哪敢写因为自己的围堵 才让夏子玉出了事 只说五胎养胎 不忘出风头 一天内要往返内地和港岛 为内地某高尔夫俱乐部剪彩 这种形成安排 就是不适合孕妇的 狗仔也知道八卦市民想看什么 很是鼓吹了一番高尔夫俱乐部的高标准 不知是他们有能耐 还是有心人刻意透露 竟让他们把俱乐部的入会条件弄清楚了七八分 一元资产为门槛 五胎获邀高级会员资格 被问及四胎 五胎黑脸 慌乱出错 入院保胎 啪 刘可迎将手上的报纸扔下 入院的路上就见了红 港媒都拆下紫玉这胎已经留掉 刘可迎却知道还没掉 刘可迎冷笑 我让她爱出风头 什么高尔夫俱乐部 她算老几能代表度假去剪彩 其实摸着良心说 剪彩这种事 刘可迎受宠时也没少干 不过都是些慈善活动 邀请她过去 她图个面子和新闻版面 主办方则图她多少会捐款 商业活动就非常少了 刘可迎又没有担任集团职务 就算偶有出席 也是以杜称龙女伴身份受邀 单独去 可是一次都没有 如果夏紫玉都能代表杜称龙了 她这个跟了杜称龙十几年的枕边人算什么 刘天权胖得像一尊弥勒佛 出手前百般顾忌 出了手就再无后悔的余地 弄掉夏紫玉肚子里那块肉 是刘天权和刘可迎春明宴后就有的想法 他们一直在苦等机会 刘可迎盯着夏紫玉的一举一动 她在等对方张狂犯错 同时也盯着杜兆辉的行踪 她在等栽赃的时机 但小崽子如今也谨慎 离夏紫玉远远的 这个高尔夫俱乐部开业庆典 两个讨厌鬼终于碰面了 刘可迎听说满城狗仔闻风而动 在海关苦后夏紫玉 她实在忍不住心童的愤怒了 幸好 这次她大哥刘天权也足够给力 马上安排了应对的招数 可惜 没有当场把她的孩子撞掉 这骚狐狸身体底子倒不错 杜生接到消息 肯定会回港 等她回来 我们就没了机会 大哥 我可舍不得放弃 脸上的肥肉 把刘天权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 小眼睛都遮不掉她眼中的胸光 怎么会 反正都做了 我要她的命 刘可迎总算露出满意的笑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了 孩子暂时保住了 夏紫玉躺在病床上 很是后怕 有那么两分钟 她检讨过自己是不是太着急了 可杜赵辉虎视眈眈 夏小兰要武扬威 让她怎么能忍呢 这不是她的错 是别人的错 给杜泰加药的 进去吧 一个护士经过仔细检查被放进来 冲夏紫玉露出甜甜的笑容 杜泰有没有感觉舒服一点 医生说您的身体很好 再说两天夜 您很快就能出院了 夏紫玉哪有心情理会小护士 敷衍了两句 就闭目养神起来 门口有保镖24小时盯着 病房里则有孙嫂陪着她 这里是很安全的 这护士也不多说了 手脚麻利的将注射液添加到输液瓶里 还对守在房里的孙嫂笑了笑 才亲手亲脚离开病房 杜泰需要休息 尽量不要吵她 夏紫玉觉得眼皮越来越重 医生倒是说过 她现在特别需要休息 所以输液时会想睡觉 这是正常反应 可肚子怎么越来越痛呢 夏紫玉满头大汗 手在静巒 抓紧了床单 杜泰 杜泰 好像有点不对 孙嫂使劲按铃 门口守着的人也冲了进来 还有两个医生 夏紫玉听到嘈杂的声音 加什么药 没有加过药 杜泰今天只剩一瓶药 什么 这都没能弄死她 刘可颖咬牙 刘天权也觉得倒霉 听说她对药很敏感 发作得特别快 医生把人给抢就回来了 不过肚子里那块肉这样一折腾 自然是掉了 也算达成了一半目的 我不要一半目的 我要她去死 人活着就碍眼 只是流产有什么用 这次能怀上 下次也照样能 可颖 你别激动 现在不能下手了 杜生已经回岗 再出手 就有了被抓到的风险 刘天权只是知道夏紫玉的存在 影响了她妹妹受宠 间接影响了她自己的利益 但她没有刘可颖那种女人特有的嫉妒心 所以还能保存理智 夏紫玉未死 刘可颖十分失望 杜兆辉听到消息 更是失望 还和阿华吐槽 我为什么一直瞧不起刘家兄妹 你看看他们 一点都不会办事 连做坏事都做不好 还想着和我斗 她还以为 刘可颖要等到夏紫玉风光出席俱乐部开业庆典的消息被报道后 才会发难 没想到刘可颖在采访时就安排了人手 撞一下没让夏紫玉流产 继续让人到医院下手 都做了这么多 还让夏紫玉捡回一条命 杜兆辉对刘家兄妹的能力万分失望 这些年 唯有几次对付她时 刘家兄妹很是费心 到了夏紫玉这里 怎么就错落百出了 看自家大少欲欲欲试 似乎想上前补刀 阿华冷汗流了一大通 大少 您可千万别冲动呀 杜兆辉翻白眼 还用你提醒吗 老头子回岗了 你没见刘可颖也不敢再动手 夏紫玉捡回一条小命 肚子里的肉却掉了 这下她要养身体 还要打起精神哄老头子 应该有几个月都要老实安分 杜兆辉很想和夏小兰分享这好消息 又怕夏小兰会嫌她很毒 算了 忍住不说 下次再不经意提起 反正又不是她出手弄掉了夏紫玉的孩子 也不是她派人去换的药 她可没当坏人 杜生 一番生死挣扎 夏紫玉捡回一条命 醒来时就见到了杜生龙 夏紫玉当下就委屈落泪 杜生 我们的孩子没了 都是我没本事 护不住她 夏紫玉一说话 牙齿都在打颤 她是真的害怕 孩子没有了 她的养账也没了 如果这还不算严重的话 她的小命也差点一起丢掉 夏紫玉终于体会到 杜家这富贵伴随而来的危险 她都这么惨了 最后不能丢掉的 就是杜生龙的宠爱 夏紫玉渴望杜生龙的怜悯 杜生龙盯着她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晌后 才摸了摸她的额头 一场意外 人没事就好 养好身体 孩子还能再怀 不 这不是意外 是有人推我的 还有人在我的药里做手脚 我都听到了 那个护士 你抓住那个护士了吗 废物 保镖都是废物 随便放人进入她的病房 让人把要命的 要加到输液瓶里 她都听见了 别想瞒着她 夏紫玉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是谁想害死我 杜生 是不是我去参加了 开业庆典 惹谁不高兴了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不冲我来 要对我孩子下手 才四个月的一团血肉 又爱着谁了 是杜兆辉 肯定是杜兆辉 在开业庆典上 她手持邀请函入场 杜兆辉却要靠别人带进去时 夏紫玉感觉很爽 在高级VIP休息区里 她和新加坡会员相谈甚欢时 她看到了杜兆辉的愤怒 觉得很爽 可她万万没想到 杜兆辉的报复来得这样很 杜兆辉在杜称荣心里的分量很重 一个是长到二十多岁 还越发有本事的大儿子 另一个只是肚子里一团血肉 尚未培养出多少父子感情 夏紫玉知道 就算事情是杜兆辉做的 杜兆辉多半也会选择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她就是恨了 不管能不能动摇杜兆辉 她不能让这件事轻易过去 她要在杜兆辉心里扎下一根刺 让杜兆辉一直记着 你想说什么 你觉得是兆辉害了你吗 杜兆辉俯下身 给她噎背脚 倒是很体贴 就是嘴里说的话 并不是夏紫玉想听的 不是赵辉 赵辉那孩子 现在已经不干这样的事了 人都是在成长的 逞兄都很无法达到目的 愚蠢的人会越想越偏激 聪明人却会改变策略方针 杜兆辉曾以为大儿子是前者 他看着杜兆辉像一头困兽 撞得满头是伤 心中的失望更大过联系 是故意放浪行骸 蒙蔽杜家人也好 天性风流也罢 这都不是重要的 男人风不风流没关系 重要是有本事 自从杜兆辉主动提出去 内地开拓市场 杜兆荣发现大儿子 在慢慢改变 在从蠢人变聪明 明白了眼孝子争宠是无用的 要从杜家一群孩子里脱颖而出 让他重视 最终还是要靠本事 所以不是赵辉 赵辉当然对他宠爱夏子瑜而不满 但赵辉已经学会了忍耐 学会了区分主次矛盾 弄死一个夏子瑜 也就是出一口气 却会影响赵辉争家业 这种赔本的买卖 杜兆荣不信大儿子会干 当然 推波助兰是免不了的 夏子瑜显然不相信他的判断 却也没有和他争论 而是默默闭上了嘴 这也是杜兆荣满一下子瑜的一点 他是个实时务的人 知道谁才是能做主的人 不管心里是否高兴 若会惹他厌恶 那就绝不会再提 这一点 可是连刘可颖都做不到 刘可颖也曾战战兢兢 以他的喜好为上 后来胆子变大了 开始疯狂试探起他的底线来 说到底 还是历令致婚 受宠十多年 就想要更多 你以为我在替赵辉分辨吗 罢了 你先休养几天 我把害你的人抓出来 让你亲眼看着审问 杜称龙言之确凿 夏子瑜顿时也摇摆不定 杜称龙会不会骗他 骗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不是杜赵辉 又会是谁呢 杜家武艺太流产了 夏小兰面露古怪之色 并不是杜赵辉告诉他的 是游历这个秘书当的称职 上一次收集过杜家武艺太的资料 就对港岛那边的八卦小报很是伤心 这一次 许多狗仔拍到夏子瑜入院保胎 武艺太的是整天上小报 有心留意 自然别有收获 最新传出来的消息 武艺太的胎还是没保住 杜生果然宠爱武艺太 丢下国外的生意赶回来宽慰 听说发了好大脾气 夏小兰第一反应也是杜赵辉下的手 转而又自己否定了这个猜测 杜赵辉没这么傻吧 刚刚和夏子瑜在俱乐部有过不快 马上就冲对方下手 生怕他爸太傻 看不出来吗 应该不是杜赵辉 那谁还会这样狠 杜赵姬吗 不对 他现在心思不在度假后宅的事上 他只怕还想拉拢夏子瑜一起对付杜赵辉呢 特别是夏子瑜如今眼看着被杜赵辉特殊对待 一个关在别墅里以色诗人的一太太 和一个被允许在正式场合代表杜赵辉交集的一太太 可是截然不同的分量 是四一太吧 夏小兰嘀咕 四一太刘可莹 杜赵辉身边受宠十几年的女人 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带着娘家大哥发迹 早前也曾把杜赵辉逼得喘不过气 刘可莹非常霸道 因为是家庭教师爬床 当上了杜家四一太 刘可莹总觉得别人瞧不起她 和看起来富贵端庄的二一太 贤淑温柔的三一太都不同 谁得罪了她 她是马上要报复回去的 靠着这样恃宠而骄的跋扈 刘可莹在杜家站稳了脚跟 这都是杜赵辉要收拾刘天全时 告诉夏小兰的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刘可莹自偿苦果 跋扈的苦果 当时杜赵辉是嬉皮笑脸说的 现在想起来 杜赵辉还真是会忍耐了 以前动不动就说 要把谁绑了石头尘海 最近也不说了 懂得借刀杀人了呀 刘可莹要置夏子玉于死地 这仇是自打夏子玉 进杜家门就解下了的 上回夏子玉挽着杜青蓉的手 出席青蓉集团的春明宴 再到这次高调 现身俱乐部开业庆典 刘可莹的怨恨 自然越对越多了 已经知道了夏子玉重生的事 夏小兰对她也不像从前那样 态度轻慢了 蠢是蠢了点 哄男人的确有一套 再加上知道大事 若有杜青蓉想帮 可能真会给自己的生意 制造许多麻烦 听说夏子玉流产 夏小兰一边心里觉得孩子无辜 另一边也没矫情到替夏子玉心痛 说真的 夏小兰非但不惋惜心痛 反而控制不住的高兴 流产对女人来说不是小事 越分越大 流产就越是伤身 夏子玉要是还把她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起码要老老实实养几个月身体 在这期间 同时还要费心笼络杜称龙 避免失宠 也就是说 有好长一段时间 夏子玉不能再蹦她出来碍眼了 夏小兰倒不是怕了她 而是正好趁着这时间 她能专心处理美国官司的事 按纳住马上给埃里克打电话的冲动 夏小兰转而问游历 罗湖天城的销售如何了 罗湖天城市上周五3月20日开盘 20号和21号两天加起来 卖了151套 周日那天 夏小兰跑去参加高尔夫俱乐部的开业庆典 后来直接坐飞机回京城 没来得及关注销售数据 这一周 学校的是又特别多 系里既有给她放长假的打算 各科老师难免要给她开开小灶 提前给她圈一圈重点难点 所以 夏小兰也特别忙 她只知道 周日的销售数据是59套 略有滑落 周一和周二 就没时间搭理了 是的 如今已是周三 忙碌中 一周的时间又要过半 小游都不用翻本子 星期一卖了53套 星期二是51套 夏总 截止至昨天 罗湖天城已经卖出314套房 剩余房源不足百套 葛经理预计 这一周内就能卖完 一周清掉一个盘 虽然是不足400套房子 那也是非常干脆利索的销售情况 果然是华国房地产的蛮荒时代啊 这周的重点不是和其他楼盘竞争 而是让购房者知道这边有商品楼 彭城已经不仅是启航一家在做商品房了 罗湖天城之后再开新盘 就要和其他楼盘竞争 夏小兰记得 彭城的房地产市场还有四五年好光景 先是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位 然后才是暴跌 暴跌那几年它被避开 那个时间点和穷岛房产泡沫破灭是相同的 说到底就是地产过热 国家要给地产降温 出台了震撼全国的16条 全国信贷规模急剧紧缩 穷岛在巅峰期 总人数不过600多万 房地产公司却有2万多家 1993年 国家出台16条后 穷岛的房地产热潮戛然而止 2万多家地产公司 在极短时间内倒闭或撤退 炒楼亏掉家底的人 不比炒股少啊 不过 那是好几年后的事 只要能忍住不贪 在国家出台16条前撤出穷岛 赚钱是没问题的 继续在彭城盖房子卖楼 夏小兰还有点担心会影响老汤 特别是知道夏紫玉要涉足这一行后 夏小兰更不想待在彭城了 以彭城为战场 输赢还是小事 如果爆出什么丑闻 老汤会受连累的 他虽然没管老汤叫爸 老汤却把他当亲闺女 只是一个称呼 事实上 老汤在他心里也是父亲的分量 继父也是父 夏小兰总不能专门坑爹吧 不如去穷岛赚钱 他家城子也在那边呢 至于知道穷岛有房地产泡沫 这钱赚的有没有亏良心 别人也没少赚啊 起码叫他赚了 还能为厨英启航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援 夏小兰想到就做 小游 罗湖天城的房子销售算是稳了 还剩几十套房问题不大 等这边忙完了 你和葛剑出差去一趟穷岛 重点考察一下陆城和椰城 看一看那边的发展情况 陆城是未来穷岛最热门的旅游城市 天涯海角就是陆城吵起来的景点 椰城则是穷岛的省会 顾名思义 椰子非常多 哈哈 夏小兰有点口渴 她想喝椰浆了 夏总叫她和葛经理去考察穷岛市场 夏总不打算在鹏城开发新盘了吗 听这意思 是要去穷岛开展业务 明明鹏城的楼盘卖得这样好 罗湖天城这一次仍然会赚不少 继续圈地盖楼 起行还能大赚 却不知 夏总为何忽然要去陌生的穷岛开发项目 虽然只是让她和葛经理去考察 据游历对夏小兰的了解 夏小兰从来不做无用工 一旦她吩咐下面的人做什么 其实都是有了主意 难道是因为周先生 不仅游历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葛剑听到消息 也这样想 不过葛剑态度很坚定 夏总说什么 我们就照做 他是老板 我们是员工 听老板的话 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 尽量为老板创造利益 这才是员工的本分 至于老板的想法 不要妄加猜测 游历心中一灵 我知道了 葛经理 不管夏总要为了谁去穷岛 那是夏总自己的私事 游历感谢葛经理 再次提醒了他什么是界限 先派两个心腹去穷岛打前哨 夏小兰才算着时差给埃里克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 埃里克就语气夸张 我还以为你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官司呢 埃里克 我这段时间比较忙 官司有什么新进展吗 美国这边 所有证人我都确认了一遍 很多人愿意为你上庭 在陪审团面前陈述 设计底稿你还保留着吧 不仅是剧院装修方案的原稿 我是说你其他作品的设计稿 这些你都要自己准备好 我本来说要来华国一趟 现在可能来不了了 你要按照我说的 在华国把一些有用的东西准备好 埃里克一边说 夏小兰一边拿笔记下来 说到最后 埃里克居然笑了 你还记得吧 我说过 和你一起在GMP实习的马修卡尔顿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证人 我就知道 丽萨和蒙德那边 绝对会对马修进行利诱 他们几次要和马修接触 都被我挡了回去 但我看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又不是马修经受住了利诱考验 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记得最初 埃里克是不信任马修的 夏小兰疑惑 埃里克大笑着解释 夏 你虽然在建筑上很有天赋 对律师却不够了解 如果有足够多有利证据 我们会避免违反条例 一切都按法律法规来 只有当情况 对我们的当事人很不利时 律师才会干一些 可能越界的事 你懂我说的意思了吧 一开始不懂 这下子真懂了 你是说 丽萨和蒙德对官司没有信心了 把更多的希望 寄托在让马修做伪证上 所以才一次又一次 是突突破你的封锁 和马修接触 Yes 我认为就是这样的 你的那些申诉抗议性很有用 协会或许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个选择对蒙德和丽萨 是非常不利的 协会已经做出了选择吗 上次评审团领导和宁艳凡 通过电话后 可是一直没有后续反馈呢 夏小兰还以为对方是铁了心要一条路 走到黑 站到蒙德道森那边 坚持他们自己的判断不改变 听埃里克的说法 事情却不是这样的 而且埃里克猜测 正因为迟迟搞不懂马修这个关键证人 丽萨那边一直在拖延时间 收到传票和起诉状这么久了 丽萨作为被告 至今没有向原告下小兰送打变状 按照美国联邦法院的规定 这个时间限定是20天 答变状有三种形式 否认 积极抗辩 独立救济请求 他的律师还没选定用哪一种形式 没有AIA的支持 丽萨那边的证据更单薄 所以他们仍然在拖延时间 但在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内 被告必须要交答变状 他拖不了多久了 没有搞定马修 丽萨也会硬着头皮打官司 等他交了答变状 法院是不是就会通知开庭时间了 是的 所以你要做好随时来美国的准备 你要尽快把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做好 马修不帮丽萨做伪证的话 他会把希望寄托在 剧院项目的委托人 辛西亚威尔逊身上 你说过 这位夫人是不会放过任何 能让你难堪的机会 没错 威尔逊夫人终于等到了这天 夏小兰在她面前不乖顺 她总算有了 让夏小兰吃个大亏的机会 威尔逊夫人会怎么做也没有悬念 杜照辉让人偷听来的词代理 夏小兰已经听到了威尔逊夫人的话 对方绝对会用看似真诚的证词 去误导法官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夏小兰再次强调了一次 这是一个持久战 我会面临丽萨的反诉 甚至法庭宣判后 对方依然不会放弃上诉 这件事既然闹大了 不管我俩谁输 都是输掉前程 丽萨就算是输 也会用冗长的诉讼程序折腾我 这就是她能做的 我不怕她 并且会奉陪到底 不就是要一次次飞美国吗 对方以为她是华国学生折腾不起 却不知华清大学 给予了夏小兰何等大的支持 她可以全心应对AIA的考核 应对这场官司 这两件事 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看待 蒙德先生 这件事无法脱了 办公室里 律师将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 放在桌上 此时只有蒙德 丽萨和律师三人 在这间屋子里 大家说话自然没有顾忌 作为律师 最忌讳当事人的隐瞒 哪怕是杀了人 也要对律师说清楚过程 方便律师找到能脱罪的细节 实在不能脱罪 还能争取轻判呢 对律师隐瞒事实真相 才是最蠢的做法 律师事前毫无准备 开庭时被对方甩出来的证据打得措手不及 最终吃亏的还是不说实话的当事人 所以在接下案子没多久 律师就知道了事实真相 看在钱的份上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他只想打赢这场官司 但这需要丽萨 或者说是蒙德的配合 蒙德将一个联系方式放在桌上 那就联系我们的证人吧 丽萨 你知道输了官司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你能赢 不赢的话 他也会非常难看 不用蒙德说 丽萨也能感到压力 官司输了 蒙德顶多被人质疑几句 怀疑他的判断 而丽萨却 不行 他是不能输的 丽萨拿到威尔逊夫人的联系方式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说服对方出庭作证 这联系方式却是美国的 是威尔逊夫妇在上东区的豪宅坐机号码 房子已经被查封了 丽萨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是时辰大海 他都快绝望了 这时候才想起还有百老汇剧院可以试一下 那里是威尔逊夫人名下的产业 谢天谢地 丽萨找对了 他从剧院经理口中得知 威尔逊夫人前往华国度假 归期未定 我需要联系到他 你就说是蒙德道森先生让我来的 再说了 你还记得我吧 在剧院翻新时我们见过 我设计了这座剧院的内饰装修 当然 我还记得您 听说您在打官司 为了剧院的设计方案打官司 剧院经理恭维了丽萨 她可真棒 很多人喜欢她 重新开业后我们的票经常卖光 高高的穷顶卸下令人迷醉的星光 是的 她可真美呀 一个华国学生 将一个不著名美国女建筑师 告上法庭 这样的官司 为什么会有报纸和电视台关注 不是原告和被告有名气 是这座剧院 她重新开业后 如同夏小兰所料 成为了网红剧院 因为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刚好纽约时报 做了一期百老汇的专题报道 网红剧院 以其独特年轻的风格脱颖而出 纽约时报的报道没多久 就发生了打官司的事 理所当然的 官司也受到了关注 有新闻性 有故事性 在媒体的关注下 赢了官司 会名利双收 输家 则一败涂地 丽莎拿到新的联系方式 迫不及待地联系维尔逊夫人 你好 夫人 蒙德先生说 蒙德说什么不重要 丽莎 重要是你说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来电 谢天谢地 你没有让我等太久 威尔逊夫人的声音是如此热情 丽莎也忍不住笑了 看来 威尔逊夫人仍然是和夏小兰处于仇敌状态 夫人 我需要您的帮助 丽莎 我会尽美国公民的义务 在法庭上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的苛刻 我想要得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产生了不少冲突 你是剧院最大的功臣 丽莎的心落定了 威尔逊夫人答应她会回美国作证 只等确定了开庭时间 有些话是不能在电话里说的 必须要双方见面 在私密的场合说 这已经是丽莎非常满意的结果了 你真的要出庭作证吗 是的 为什么不呢 威尔逊夫人仔细保养着脸部 最近她的皮肤光泽一点都不好 她应该做一次更全面的深层保养 要用到美容仪器的那种该死的 她这时候应该去瑞士 而不是待在落后的华国 我不能去瑞士 至少能回一次美国 一万 我已经快要被这里逼疯了 压抑极了 除了酒店的环境还算勉强合格 正在高速建设中的蓬城 哪里都是乱糟糟的 基础设施落后了纽约几十年 在威尔逊夫人看来 所谓的特区就是乡下 老一万摇头 你回美国散散心可以 但出庭作证 我仍然不赞同 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 女人啊 容易被情绪操控的生物 十个女人中有九个都做不好情绪管理 但她也没有强硬去拦着 重要给辛西亚一个发泄的渠道 否则不等到两人的计划成功那天 辛西亚就会先崩溃 辛西亚阿姨 我能进来吗 是蒂娜的声音 夫妇俩很有默契终止了谈话 一万去开门 蒂娜穿着职业套裙 只是忙完了俱乐部的开业庆典 蒂娜还真得到了不少锻炼 我升职了 我可以跟着比尔工作了 我可以接触到 话说到一半 蒂娜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辛西亚都意外 你这么快就升职了 蒂娜理所当然点头 高尔夫俱乐部 就是和有钱人打交道 有钱人喜欢喝什么酒 他们喜欢穿什么 用什么 他们喜欢的品牌 不管怎么看 我都比俱乐部 大部分人有经验吧 他们为什么不升我值 那倒真是 俱乐部所有工作人员 都要经过培训上岗 可别人教的 和自己体会过的 毕竟还有差距 蒂娜是从小 就在有钱家庭长大 如果她愿意的话 总能和会员说上话 只要不谈生意 她和会员之间 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幸好会员也不会 和蒂娜谈什么正事 这倒是让蒂娜能扬长臂短 开业庆典 让蒂娜狠狠发挥了一下超能力 在和会员协调沟通方面 她表现得居然还不错 开业庆典后 比尔就找她谈话 询问她个人的意见 从给季江源打下手 负责会员登记等文书工作 到负责维护会员关系 这样的升职速度 让蒂娜自己都有点飘飘然 虽然她去实习是另有目的 但真的被人看中 也让蒂娜颇有成就感 威尔逊夫妇对视一眼 辛西亚随即拥抱了她 亲爱的 你能做得比我们想象中更棒 我们以你为荣 蒂娜信心满满 你们再等等 再坚持一下 我一定可以办到那件事 威尔逊夫妇轮流给她灌了迷魂汤 蒂娜离开房间时 还晕呼呼的 她没有马上回房 想了想 反而朝着楼下走去 最终敲响了余奶奶的房门 余奶奶打开门 很是莫名其妙 除了她强制要求 蒂娜从不会主动来找她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蒂娜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跑来 就是有股冲动 让她要来告诉这个严肃的老太太 我升职了 只要我愿意 我也能在工作上得到认可 话说出口的一刻 蒂娜恍然大悟 或许这段时间她已经被老太太虐出了毛病 她竟然在期盼得到奶奶的认可 如果发现她够优秀 这个老太太还会不会坚持说 只是要和她维持面子情呢 蒂娜没料到 与奶奶听了她的话 瞬间脸就黑得像锅底 如果亲子鉴定不是由夏小兰监督 蒂娜是徐家孩子这个结果 她真是打死都不信 徐家不会有这样蠢的孩子 哪有这么快就升职的 威尔逊夫妇在让蒂娜干不好的事 哈罗德那边肯定心智肚明 这样简单的事 蒂娜居然想不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